白玉兰奖项 很多爆款口碑剧,都成为潜力黑马 目前,白玉兰报名时间已经截止 今天就来盘点一下2024年白玉兰奖项的角逐者中谁最有把握吧 杨子主演的《长相思》 可以说是白玉兰评奖期内热度最大的一部电视剧 杨子在这部剧中1V4,演技实力出众 作品播出后的热度,讨论度也构上了爆款剧的标准 在《九十花》里,杨子作为演技共情力最强的一位 最缺权威奖项的认可 如果能拿下事后,就能实现咖位飞升 和周东宇并驾齐驱 只是古欧网播剧 在国产剧里因题材受众的原因 评奖吃亏 何况杨子面对的几位对手 都是实力派演员 电视剧《父辈的荣耀》中 琉璃饰演的存花 人设魅力吸睛 琉璃接地气的演技也让人心服口服 不仅如此 琉璃这两年在荧幕上的发挥一直稳定出圈 外婆的新世界 漫长的季节中都有她的精彩发挥 至于周迅 更是在电视剧《不完美受害人》里将一个带有职业操守 女性力量的律师角色演出了质感 作为电影咖 周迅并不缺奖项实际 但是 《不完美受害人》 作为她少数主演的电视剧 成绩优秀 口碑在线 也很可能成为周迅进入电视剧领域的一部代表作 同属于电影咖的马思纯 虽然这两年已经在电影领域被周冬宇甩尾 但是她的演技实力有目共睹 在电视剧《侦查英雄》中 她一身泥土味 角色塑造也十足接地气 题材的优势当然也会助她一臂之力 在最热门的竞选人选中 马依丽的一部《繁花》 绝对属于热度和口碑的降维打击 《繁花》作为年代题材 品质过硬 而马依丽在剧中饰演的林子 又十分吸睛 在这部剧里 马依丽的形象魅力直接拉满 人设演技也备受认可 现在回味其马依丽在剧中的枯息 也总让人鼻孙落泪 而《繁花》 不论是题材还是口碑 都配得上白玉兰奖项的逼格 当然比起事后 每年的市地更有讨论度 而今年的白玉兰看点 也明显倾向于最佳男主 有望入围拿奖的几位男演员 都是实力过硬 咖位在线的人选 2023年至今的爆款剧其实不多 但漫长的季节 却是唯一一部在口碑和热度上 都一起绝成的公认好剧 电视剧是当下最热门的悬疑题材 范伟作为剧中主演 在这部剧里 贡献了非常精彩的表演 他饰演的角色 充满了岁月的故事感 除了范伟以外 没有人能演好 妄想这个角色 在几十年的岁月变迁中 呈现出的不同阶段 当然 作为年过六十的老戏骨 范伟的演技实力 完全不需要一个白玉兰来证明 而比他更需要这项认可的 其实是演员王凯 作为中年演员里的中流砥柱 王凯主演的 《大江大河》系列 几乎已经成为 他演艺生涯的一张名片 这系列的电视剧质感出众 剧情看点火爆 尤其是第一部 第二部中 王凯的表现 完全配得上 白玉兰势地的位置 但可惜 那几年的白玉兰竞争 太激烈了 王凯错失机会之后 如今《大江大河》的续作 从热度和口碑 都明显开始走下坡路 但如果《大江大河》 没能赢得一些认可 对于国产剧中 好好作剧的一些影视人来说 其实是不小的打击 演员罗进 同样是白玉兰奖项的热门人选 他上线的革命战争题材 《侦察英雄》 本身就是主旋律大剧 剧中他演绎的男主坚毅勇敢 融合了罗进本人儒雅的气质 也被罗进演出了战士的风骨 不论是演技实力 还是题材看点 《侦察英雄》 都让人心服口服 值得一提的是 几乎每年的白玉兰 都会出现一些比较年轻的面孔 女演员那边撑起流量 看点的是杨子 男演员这边则是白静婷 回顾白静婷这两年的作品就会发现 他是流量 口碑两手抓 出演的清清日常 长风度 都播出了爆款剧的水准 但他主演的 平凡的荣耀 开端 南来北往 又是典型的主流题材 口碑出挑 尤其是前段时间还在热播的 《南来北往》中 白静婷的塑造力摆脱了偶像质感 充满带入感十足的烟火气 虽然说白静婷拿下试地的可能性不大 但也一样优秀 在作品实际和演技实力上 得到了市场认可 但别忘了 去年的《县尾大院》 就让胡歌拿到了白玉兰的提名 最终惜败雷佳音 但是胡歌从《县尾大院》到《繁花》 都表现出众 他是终生代演员里唯一一位 兼具演技实力和偶像气质 拿捏各种爆款题材 且稳坐一哥位置的演员 《县尾大院》 没能让胡歌拿下试地 但《繁花》中 他塑造的阿宝魅力十足 说不定能让胡歌拿下错失的试地奖项 按照目前的趋势来看 《繁花》很有可能成为 今年白玉兰奖项的最大赢家 捧出一个胡歌拿下试地 再捧出一个马伊丽拿下试后 目前来看 今年的白玉兰奖项角逐激烈 除了演员本身的演技实力 作品口碑之外 奖项的侧重点 奖项对于题材 风格的倾斜 都有可能让最终的奖项 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 但可以肯定的是 目前提名的几部作品都颇有实力 对观众而言更是 手心手背都是肉 最后 你最看好哪个作品 哪位演员 接下来说 同样握手差距一目了然 胡歌和丁永大握手太谦虚 陈建宾架子打 娱乐圈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圈子 谁的地位高 谁的地位低一目了然 所有的名人都在正咖位 正人气 尤其是参加一些大型活动 更是体现自己实力的时候 最近一场活动上 因为无意间的两个镜头 吸引了众多网友们的关注 丁永大在走过胡歌身边时 他热情地跟胡歌握手 面对老前辈胡歌非常谦虚地站起身来 跟丁永大握手 胡歌不仅站起身来 而且态度非常的谦虚 他用双手握着丁永大的手 连连弯腰致意 态度非常的谦虚 这是一个晚辈面对一个前辈时候的感觉 丁永大如今六十多岁了 他是知名的老戏骨 胡歌这样尊重他 确实应该 再看离胡歌不远的陈建宾 当丁永大走到他身旁的时候 热情地跟他握手 没想到陈建宾并没有离开自己的座位 坐在那里就伸出了自己的手 跟丁永大握在一起 他们两个人看起来倒是十分熟悉 还在一起热情地聊了几句 不过很多网友吐槽 陈建宾是不是有胆架子太大了 很多网友直言 这还是第一次看到坐着握手的 这气场真强 陈建宾比丁永大小十二岁 不管成就如何 在年龄上丁永大是老大哥 这样坐着和人家握手 看起来确实不太好 有的人认为是素质问题 这个不应该吧 毕竟都是成名的演员 还有的礼貌 还是应该明白的吧 最大的原因可能是 他们两个比较熟悉 所以陈建宾觉得 没有必要起身吧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